你好,想弄点啥? 老板,那你给我看看 我前几天不是回老家吗? 然后,在那个老宅子里面 把出来了一个盒子 我小时候都记住了 这个盒子里面放了后头的宝贝 躲在这里面 回老家,奶奶的老宅子里面 翻出来奶奶放宝贝的盒子了 我的天呀 这到底之前不之前? 这里面有好东西啊 反正我销售器,我跟奶奶把油炸好东西都放在里面 都放在里面 奶奶现在不在了? 不在了 还不错,大头 三年的,三年的 这个是十年的 这个也是三年的 十年的,五块大头 还有一个赞羊 不错 挺好 这一块银原怎么着 不得资个一千多块钱? 你说一千多吗? 对 这个是啥呀? 挺重 还是黄金的 这个假的? 真的假的 我拎起来应该是黄金 我看上铜了 那不是铜 铜的颜色没这么金黄 在一个重量上 手感上你能感觉出来 如果说是铜的 比较轻 这是干啥的? 这我也不知道 不知道 对 我看着这个样式 我觉得像刮沙板 按摩 刮沙用的 刮羊了吧 应该 可能 你还别说 这老太太 以前肯定是大家闺秀 刮沙板都那么讲究 这如果换起来的 这可贵吧 那你换成黄金的一般都按刻来了 这还是个银钉 小银钉 老的 准了 对 如果这束银钉 没有落款啥的 应该一两的 一两的小银钉 我能倒出来吗? 可以可以 东西还不少 这是天宝通宝的铜钳 你别看这铜钳啊 你看是咱们中国字 也写的特别好 嗯 但是这个铜钳 它不是咱们中国的 这是日本的 日本的? 对 日本的铜钳 天宝通宝 日本铜钳钳 一个也能值个百十块钱 哦 日本的看了 不是 扭单的银钳之前 呀 这里面还有小银毫 几个 三个 这两个也是 这是 这也算是银元 只不过这是小个的 库瓶 库瓶 一分四厘 一钱十分四厘 这种是两脚的小银行 也不错 这两个银筒的 这一个银筒的能值个 两三百 哦 一个两三百块钱没问题 毕竟是 这一个银筒银的关键值钱 这是老的 老的 跟银元放在一起 其他的 这分笔就不行了 这分笔不值钱 先放一边 分笔不行 这还有一些铜钱铜板 铜板的话也不咋值钱 这些都是老铜钱 老铜板 这个是乾隆的 乾隆的这种铜钱 清代的乾隆铜钱不值钱 清代的像铜钱啊 顺字 雍正 价值会高一些 像这种乾隆啊 康熙啊 嘉庆啊 道光啊之类的 那都不值钱 这几个 没有太值钱的 都是乾隆不值钱 一个也就十块八块的 像这种铜板 也就一二十块钱一个 这个是啥 这可能是铃铛 对 这是小铃铛 这小铃铛也是老的 不过这玩意儿 应该也就能值个几十块钱吧 不值钱 这分笔是彻底不值钱 时间太短 哦 时间太短 那你这是今天都要出手了 你改了挺股价 这是黄金的是吧 黄金的是按重量来的 这个估计二三十克吧 现在黄金四百多一克呢 四百多一克 对 这也能值一万多块钱 一万多块钱 这个银元 加上银豪估计也能值个多少 因为像这种没商没戳的 我们收的是一千二 六块的话 这七千多块钱 再加上这几个银豪 也能值个千二八百的 再加上银定 估计这是一万块钱没跑了 那老板 我看你这个 这几个这几样都不行了 这几样不行 对 这几样拜托来老板 这几样是吧 这也送给你 你叫这几样 土给你脱了 港黄是吧 把这些卖给我 对 我给他媳妇人是吧 给他换收集了 他给我收集了 收集了好几个月了 我给他换一个 一人换个手 这那些全部送给你了 这那些我贬一下了 懂吗 行行行 那啥也不说了 那我就给你仔细的算一算 这个给你称称重量 好嘞